古林头一场可歌可泣的战役 扭转了台海的局势 保卫了台湾的安全 即使战地政务已经解除多年 来到金门仍是无一处不弥漫着 旧日军事管制的围熏 迷迷蒙蒙又隐隐透着超写时光影的浅滩中 广袤辽阔的海上石棵林 走过四百年的潮水涨退 穿流过肆无忌惮的炮火烟尘 喂养了好几个世代以海为田 以海而生的古林头科民 直到今天 他们无谓地挺在海峡两岸的最前线 一年仅有一次地孕育出Q弹有境的无腥味美食 持续着古林头人生生不息的水产文化 我们在这处历经战火的海上地景中 出藏了金门特有的骄傲 然后将一天的艳阳灼热 一身的泥泞尘埃 全部解放在一处二落大错 左右护隆的悠悠古宅中 想象着远久的宋朝年代 划过黑色海潮落户这里的人家 将故乡的建筑思维全部拷贝在这片坚固的花岗岩上 一砖一瓦 奉为马背 几百年后有缘人山山而来 仰守天井 神教雇人 感受古林头老宅惊喜一样的夜 云来云往 潮起潮落 整个反登陆庄长满着藤壶还有牡蛎 金门当地人说十颗 就可以看出这个岁月的痕迹 金门的海岸线非常独特 是在台湾看不到的 整个海岸线布满着军事的反登陆庄 当地的叫做轨条载 它的设计就是运用铁轨 把它削尖 大约呈现45度的方向 朝着外海 那它的底座用水泥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基座 深埋在沙土里面 阻挡共军登陆舰艇登陆上来 这是过去在国共对峙非常严峻的时候 所设置的军事设施 那这样的海岸线是金门独有的 因为这是在过去战地才有的设施 也才有的景观 那随着时空的变化 这些反登陆庄慢慢地开始袖拾了 但是它的整个外观都还触立在海滩 那有些崩坏变得比较短 开始有生物附着在上面 那现在看着对岸跟过去也都完全不一样 两岸也开放光光了 小三通往来的交通船非常的频繁 透过这些朱丽在这边超过半个世纪的鬼条寨 期待它只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提醒我们战争的恐怖 希望它不要再发挥功用了 被古宁头在地人称为鬼条寨的反登陆庄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景点 但一层层目标一致指向大海对岸的严峻神情 仍能感受到当年在沙滩上边等朝退 边闪枪林带雨的国军 是如何惊险迫切地完成阻挡敌军的长城要塞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必然 沙伐之声已成如烟往事 当旅人可以最近距离地贴近鬼条寨 才发现上面住进了全新旅客 西县无战事的今天 我们在举着枪杆捍卫古宁头的勇士注目下 等待灯火点亮小城聚落 就在几年前 此岸的夜空彼岸的夜空密集交织着满天火花 对金门人来说 这样和平的夜色是好不容易才等到的 一日子 一大片的蚵田 石棵 下田 下蚵田 拿著鋤頭要下田工作 理事長 我們今天要下田工作 聽說不是一般的田 對 這個就是我們有四百多年的石棵田 蚵田 石棵田 所以我們今天要下的是海邊的田 可以看一下這邊 一片都是棵 範圍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要在一般陸地的農田 鋤頭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看到這邊蚵田範圍好大 從遠方一直延伸過來到 沒有什麼盡頭 古龍頭石棵田的海域是有兩三百公頃 兩三百公頃 在廣大的蚵田中看到一位阿伯 扛得很重 應該是採完蚵上來 對 他已經採蚵半公頃 阿伯 你好 日後 好 日後 很重 很重 我都好 我打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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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一下 我打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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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很重 四十公斤而已 四十公斤 四十公斤喔 對 很重 好 很重 好 來 一二三 好 來 阿伯,你真厲害 厲害 這樣差不多40公斤 40公斤 50公斤 好 這蠔大麵 大麵 這很好 阿伯 讚 很厲害 很讚 扛這40公斤的蠔 這是... 九頭 九頭 不是水調的 這是九頭 九頭 我這... 這... 這... 剩十三條而已 十三條是什麼意思 就是... 十三塊石頭 哦 韓清爛拿去柯田 你拿去哪裡看 好... 這... 一般的鞋子 跟一般的鞋子 我們這隻不一樣嗎 那鞋子不一樣 有,我鄉是差多少 但是吃起來的味道不爽 這好吃 因為這... 有這個... 爬過烈的 爬過荒的 台灣的那種鞋子 有的是在... 都是在那個... 那個水裡面 在水裡面 對啦 那沒什麼... 這鞋子比較薄 比較粗 比較粗 這吃起來比較好吃 對,這很好吃 這有名的鞋子 就是九頭鞋子 哦 這很讚耶 這個... 大哥很有自信 說... 九頭鞋子最好吃 因為它是九頭鞋子 就是長在石頭上面 第二個它是... 晒過太陽 吹過風的 對... 經過大自然的洗禮 對 所以今年的鞋子說... 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這就是... 他們... 有那個... 什麼... 光合作用的 這兩次脆槽嘛 脆槽兩次啊... 一天兩次啊 兩次脆槽嘛 這個是... 野生的耶 野生的... 這感覺沒有那麼大顆 但是它是... 很野味 長在石頭上 所以它是要挖 是不好挖的 不好挖 不好挖 那... 那個... 除掉的... 只有四股肉 四股肉就可以收 對 我這個要一年 要一年 一年一次 生長期特別長 要一年 那一般用那個... 竹竿生長的 四股肉就可以拆掉 對... 就是一般養殖的 要除掉的 一般養殖大概要四個月 就很快就可以收了 那這個金門的石科呢 要... 一年的生長期 對... 一年一次才會採取一次 不簡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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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比較慢 我看這個... 大哥你看都... 都頭了 爛魚肉 都頭了 真辛苦這樣喔 這兩岸很多 像你鵝這麼多 多久了 這喔 這沒一點點啦 我那時候... 差不多八點半來 八點半來 沒一點點這麼多喔 這是鵝好 我鵝好 它的柯田是比較好的 對... 才有這麼豐盛 好厲害喔 一個小時就可以來 挖這麼兩大袋的這個鵝啊 你的工具是這個喔 那個工具 這是叫什麼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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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還是說可以帶下去 可以... 我請你們看 我請你們看 你們帶我去下去就好了 我跟我做就可以了 好啦 我們要下田工作了喔 這是柯田啊 去挖金門的九鵝啊 請... 請...請...請... 請...請... 像這樣 可以 不可以... 不然... 我... 我... 這樣啊 好... 好... 下田喔 這車的泥巴 好... 好... 這邊柯田真的是滿大的喔 很大... 很大 理事長有種柯嗎 有啊... 我們那個... 家... 以前都是靠這個兩棵 在收入嘛 古靈頭大部分都是靠這個 十棵在生活的 所以理事長非常有經驗 我們從小在這邊長大的 就是要靠這個海鵝在餘生 對... 靈頭大部分在那裡 對那個... 這個... 浮雲站那邊 浮雲站那邊 到這個... 岩崎那邊 喔 對... 那叫做一點紅 一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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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阿姊的啦 我剛才照顧 四千幾棵 在這裡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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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四千幾棵 這叫我... 這叫我照顧的 那叫我照顧的 那叫我照顧的啦 這都是你們阿姊的喔 對...我照顧的啦 這叫我照顧的啦 那叫我照顧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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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辛苦喔 不會啦 慣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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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做六十幾年啦 六十幾年喔 六十幾年喔 幾年啦 幾年開始做的啦 十三年就開始熬顧的啦 十三年喔 對...十三年就開始熬顧的啦 那要熬顧的啦 那時候是阿姊的用菜來熬顧的 來熬顧的啦 那時候阿姊的沒有熬顧的 都熬顧的啦 都熬顧的熬顧了 還到... 這個... 都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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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爸爸都做這種的 都... 都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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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幾十三歲就開始熬顧的 熬顧的熬顧的熬顧 熬顧的熬顧的熬顧 差不多八十塊啦 你也來 來... 來... 走... 走去穿一隻 白色的熬顧的熬顧 這兩...兩爪三成 這裡可以熬顧嗎 對啊...可以... 可以... 這裡可以熬顧的熬顧 今年熬顧不錯 熬顧最好 譬如說... 這樣是好嗎 好...這樣讚 讚喔 這樣...今年熬顧的熬顧 很棒 大哥說... 不是說... 熬顧... 熬顧... 熬就是... 熬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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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頭到 拿錢拿 這給你... 它叫做鵝胎 鵝胎 鵝胎... 好... 大哥... 來... 熬顧... 好... 直接把它散掉 好... 整塊一頭的鵝胎像... 熬顧... 好... 好...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籃子來採收 來... 哎唷... 這個走進鵝錢 那個腳整個都陷進去了 我管死了... 你又不懂那個... 你看這裡有那個... 可以放... 可以放在裡面 好像動不了了 幫我講... 怎麼跟採黏樓一樣 這更黏啊 對... 這更黏的... 哇... 一下子... 漂亮... 整個石塊上面的鵝胎 把它鏟下來就可以 所以難怪速度還滿快 所以剛剛大哥說 它才一個小時就兩大袋 我在想說... 怎麼可能那麼快 整兩個石頭... 就已經有快要一攔了 量是還滿多 速度也還滿快的 然後這個客廳今年很豐收 旁邊看是豐收啊 它就是口號比較多 複雜... 複雜... 複雜在這邊石塊複雜比較多 這是什麼石頭啊 這是花工舊 這可能以前是代表的 有 這給了100年了 100年了 好幾百年了 不是100年了 這個金門到處都是古蹟 都是古種啊 連這個柯田的石頭石板 幾百年了 滾了百年了 三四百年了 但是這個石頭不容易長 現在鮮的石頭 對 代表來的那些石頭 這就是紙 所以在這裡種了蚵子 已經有六台了 以前金門沒有頭髮 也沒有工廳 也沒有做什麼工 都叫複雜 山不吃 岩子一頭 海綿 也拿到尾了 包含他在養蚵的石板 也都是從大陸過來的 這是桌仙老來 桌仙老來 桌仙老來 對 桌仙老來 根據我們古龍頭的祖譜記載 這個柯田是在於 明朝萬一年間 那時候就有了 那主要是當初我們有 就是我們的祖先 有一位叫李仙康 他是來看到這邊的一個朝鮮帶 這麼大的一個朝鮮帶 他認為可以用這個朝鮮帶 來利用兩棵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在明朝末年 萬利人間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再引進這個柯 那這個柯石是從下門 那個有一個地方叫打石坑 打石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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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古龍頭這些鄉親 就慢慢靠這個魚身 所以最早古龍頭 這一個區域的居民幾乎都是養科 都是養科的 都會靠這個石坑在過順土 反而比較不是陸地上的農作物 不是 就是海邊的養科 對 所以這古龍頭養科的歷史 非常的久遠了 對 這是真的一部養科的歷史 而且這石坑 就紀錄著養科的歲月 朝來朝往 從明朝萬利年間 一代接一代 所以過去鮮民很辛苦 很辛苦 來到金門家 種這個蚵仔 很辛苦 好 這樣就繼續來 我來企劃一下 從上面開始 對 從上面開始 今年是大豐收 大豐收就是說 長得很多 就像我們稻穗 種稻子 結石 結穗滿滿的 結石雷雷就是 像大豐收 那養科的話就是 結科雷雷 OK 好 怎麼這麼大 怎麼都不頂大 你沒有做習慣 這個力道太小了 來 你要 不好意思 你要推薦這個石頭料